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五种典型的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这个融资租赁合同 在筑块经济法的考试当中 案例分析体里面 也是经常出现的 对于融资租赁 要求大家掌握的内容并不多 但是列出来的内容 一定要全面掌握 好 首先什么叫做融资租赁合同 所谓融资租赁合同 指的是 出租人根据乘租人的选择 向出卖购买标的物 租赁给乘租人 由乘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 这样的合同 讲具体的规则之前 先给大家讲讲 这个融资租赁的产生 大家了解之后 对于理解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则 会更加容易 这个融资租赁 它最早的雏形 其实早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跟后面 我们在合伙企业法当中 要学到有限合伙的产生 非常的类似 就是那个时候 欧洲有一帮贵族 他们手上呢 小有资产 他们想拿钱 挣更多的钱 但是 又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 去经营管理一个企业 有那时间 打打泪啊 泡泡妞啊 多好 对不对 好 关键 同时 他们不想承担太大的风险 投的钱亏了 也就罢了 其他的钱 不能亏 好 于是 干什么呢 搞融资租赁啊 这个融资租赁 出租人 基本上 是没什么风险的 他只需要 按照 陈租人的想法 找出卖人 买个东西 租给陈租人 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坐在那里 收租金 也不需要花什么功夫 去经营管理 大家看 这就是融资租赁的产生 好 了解之后 下面 我们具体看融资租赁的规则 首先 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 它是一个典型的三方 书面协议 涉及到三方 就是出租人 陈租人 和标的物的出卖人 而融资租赁合同 它是一个钥匙合同 一定要签书面合同 合同才能够成立 这点在222年的 案例分析题当中 是有出现的 大家要注意 好 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解析一下 融资租赁当省之间的权利物 比如说 在座的各位 你们就是那帮贵族 小有资产 开了一个融资租赁公司 而我是一个小小的建筑公司的老板 我有一项工程 要用水泥搅拌机 但是我没有钱 于是我找到你们 融资租赁公司 跟你们讲 我需要三一种工 某型号的水泥搅拌机 十台 好 于是 你们根据我的选择 就找到这个出卖人 三一种工 你们只需要跟他签买卖合同 把钱付给对方 就可以了 剩下的 就是坐在那里 收租金 为啥 大家想 一般情况下 你们会跟这个三一种工讲 先把标的物交付给你们 然后你们再把这个标的物转给我 还是会跟他说 你直接把这个融资租赁的标的物交给陈座人王老师 就可以了 当然是直接交给我 更为简单方便 是吧 不需要转来转去的 所以一般而言 在融资租赁合同当中 这个出卖人 他会向陈座人交付标的物 同时呢 出卖人要承担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好 具体 看到出卖人下方 为什么说他基本上没有风险 首先 融资租赁期间 这个出卖人 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 也就是 即便陈座人破产 融资租赁的标的物 也并非陈座人的破产财产 在后面 讲完且破产法 大家就会学到 如果融资租赁期间 陈座人破产的话 出租人 他是可以通过管理人 要求取回标的物的 好 再有 第二 这个出租人 一般不承担标的物的 瑕疵担保责任 为啥 因为出租人是根据陈座人的选择 向出卖购买的标的物 所以 如果这个标的物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作为陈座人 可以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 直接享有 买售人的合同权利 直接向出卖人索赔 比如说 我融资租赁的 这十台水泥搅拌机 他不赚 好 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 我就可以直接找到三一重工 要求他承担 瑕疵 担保责任 而即便是有质量问题 作为陈座人 都必须向出租人支付租金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这个出租人 没啥风险 对不对 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下 出租人要承担责任 什么情况 就是出租人选择 或者是干预 陈座人对租赁物的选择 比如 我找到在座的各位 我要融资租赁的 是十台三一重工的 某型号的水泥搅拌机 结果你们跟我讲 说王老师 那个三一重工呢 我们打交道不太多 我们跟现代集团有长期合作 你看换成现代集团的行不行 这就是干预我对租赁物的选择 你们把它换成了现代集团的 万一出了问题 此时我就有权利要求出租人你们承担 瑕疵担保责任了 这就是作为出租人一般情况下不承担 特定的情况下才承担 好 再有继续看到 这个陈座人下面 融资租赁期间 是陈座人承担标的物的维修义务 这一点跟一般的租赁合同明显是不一样的 我们前面讲到一般的租赁合同 租赁期间 是出租人承担标的物的维修义务 但是融资租赁合同当中 不好意思 陈座人承担 而且即便是这个标的物有问题 照样要向出租人付租金 这就是我们讲 为什么说出租人 它基本上没什么风险 好 再有 融资租赁期间 因为陈座人占有标的物 所以陈座人承担租赁物 导致第三人损害的责任 比如 我向大家融资租赁的水泥搅拌机 好 如果说 我这个司机开出去 那个阀门啊 忘了关了 正好 马路上张三在遛他们家的鸡 结果这个水泥漏出来 把他们家的鸡给吃了 活埋了 好 这个时候张三找谁啊 找我 因为这个标的物在陈座人的占有和使用之下 好 这就是当省基本的权利物 看完之后 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讲 这个出租人一般情况下 就只有一个义务 像出卖人付款 剩下的就是坐在那里收租金 好 下面融资租赁 第二个问题 对于当省的权利物 有几点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首先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我们刚才讲了 原则上 出租人是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 成座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 直接享有买售人的合同权利 可以直接要求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但是有例外 什么样的例外 就是出租人选择标的物 或者干预成座人对标的物的选择 好 再看 第二 融资租赁期间 标的物如果导致第三人损害 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成座人 因为标的物在成座人的占有和使用之下 再有第三 成座人应当要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 这是成座人的基本义务 如果成座人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租金 注意 经催告后合理期限内仍然不支付的 此时出座人有两种选择 第一 要求成座人支付全部租金 其实这个融资租赁 跟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分期付款买卖有点类似 对不对 因为融资租赁呢 它也是分多少期向出座人支付租金 所以如果说没有按期支付 经催告后合理期限 人不支付 此时出座人第一种选择 取消分期付款的优惠 要求成座人支付剩余的 全部租金 第二种选择 就是解除合同 收回租赁物 所以下面 我们对出租人的解除权 做一个总结 这个内容 主要是司法解释的内容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出座人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具体而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出座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支持 好具体就包括了 第一种情形 成座人没有经过出座人统议 将租赁物 转让 转租 抵押 质押 投资入股 或者以其他方式 处分 租赁物 大家看 这种情形 是非常典型的 成座人 不按照 合同的约定 使用租赁物 构成了根本违约 在融资租赁合同当中 作为成座人 应该是自己 占有使用 融资租赁的标的物 结果 自己不用 比如我融资租赁 而来的这个 水泥搅拌机 我把它拿去 卖了 或者租给别人 或者拿去 设定担保 或者投资入股 等等 都是没有按照 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 来使用标的物 构成了根本违约 因此 出租人可以要求 解除合同 好 再看 第二种情形 成座人 没有按照合同 约定的期限和数额 支付租金 符合合同约定的 解除条件 经出租人 催告后 合理期限内 仍然不支付的 这种是涉及到租金 所导致的合同解除 在考试当中 出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我向在座的各位 融资租赁了 石台水泥搅拌机 合同中有明确约定 假如 我没有支付的租金 达到10万 你们就有权利 解除合同 这是合同 明确约定了 解除条件 涉及到租金的问题 结果 我果然 有10万块钱的租金 没有付 好 此时 你们先催告 说王老师 一个礼拜 必须支付 结果催告之后 我仍然没有付 你们就有权利要求 解除合同了 好 再有 第三种情形 合同对于欠付租金 解除合同的情形 没有明确约定 但是 陈座人欠付的租金 达到两期以上 或者数额达到全部租金的 15%以上 经出租人催告后 合理期限内 仍不支付的 好 这里面 大家看 前提条件 是没有明确约定 涉及到租金 什么情况下 可以解除合同 但是 两种情形 出租人可以解除 第一就是 欠付租金 两期以上 第二就是 欠付租金的数额 达到全部租金的 15%以上 比如同样 我向大家 融资租赁 十台水泥搅拌机 好 合同约定 每个月我要支付租金 比如说 1万块钱 结果 我连续两个月 都没有付 或者说 我没有支付的 这个租金 数额达到了 全部租金的 15%以上 注意 但凡涉及到租金的问题 我们不管合同中 有没有约定相应的 解除条件 如果说 这个乘租人 没有支付 达到了标准 一定还要经过 出租人催告之后 合理期限 人不支付 此时 出租人才可以要求 解除合同 好 最后 乘租人违反合同约定 导致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的 其他情形 这是一个兜底的条款 总而言之 就是 陈租人构成了 根本委约 出租人有权利要求 解除合同 好 下面我们看 融资租赁的 第三个问题 租期届满 标地物 所有权的归属 也就是 融资租赁 期限届满 这个标地物 到底归谁 出租人 还是 陈租人 首先 如果当时 有约定 按约定处理 大家想 有约定 提干都告诉你答案了 怎么考 对不对 所以 关键就是 没有约定 应该怎么办 假如 当事人在合同中 对标地物的所有权归属 没有约定 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仍然不能确定 最终的结果 归出租人所有 因为它本质上 仍然是一个租赁合同 好 需要注意的是 有种特殊情况 当事约定 租赁期间届满 成租人 仅需向出租人支付 象征性价款的 视为约定的租进物 履行完毕之后 租赁物的所有权归 成租人所有 在考试当中 很简单 大家只需要找几个字 象征性价款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 我向大家融资租赁的 十台水泥搅拌机 如果说 它的价款 就是五百万 你们是花五百万买的 好 我所有的租金支付完了之后 其实我一共付了六百万的租金 然后我们在合同中 有这样的约定 融资租赁期限届满 我只需要支付 象征性价款五万块钱 最终的结果 就应该试为 我在支付完所有的租金之后 标注的所有权 归我所有 为啥呢 很简单 大家看 我一共付了六百万 其实就相当于 我支付了这个标地物的成本 再加上你们合理的利润 是吧 所以标地物归乘坐人所有 也是非常合理的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这个例题 多选题 假根据你的选择 橡柄 购买了一台大型设备 出租给予使用 你在该设备 安装完毕之后 发现不能正常运行 经修理之后 该设备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已没有按期支付租金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好 我们首先判断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融资租赁合同 因为出租人 根据陈租人的选择 向出卖人 购买了设备 出租给予使用 好 A选项 你可以按照约定 基于设备质量瑕疵 而直接橡柄所配 这是正确的 标注有质量瑕疵 作为陈租人 可以根据合同约定 直接享有买售人的合同权利 要求出卖人承担 瑕疵担保责任 B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期间 以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 这是正确的 哪怕标注有任何质量问题 作为陈租人也照样要付租金 C贾有权要求以支付 剩余全部租金 这是错误的 首先 以没有按期支付 贾必须怎么样 要催告义 合理期限 仍然不支付 作为出租人 才有两种选择 第一就是 把剩余的租金 一次性支付完毕 第二呢 就是要求解除合同 收回租领物 好 再看 D 租期借满后 由已取得该设备的所有权 因为在题材当中 看不到当事人有约定 既然没有约定 我们说了 这个所有权应该归谁 归出租人所有 而不是归成租人 所以 这个题正确答案 只能够选A和B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六种 典型的合同 承烂合同 这个承烂合同 它是承烂人 按照定做人的要求 完成工作成果 由定做人 支付报酬 这样的合同 典型的 在现实当中 估计很多同学都干过 就是到一个服装定制店 去定制礼服 那么从服装店的角度 它就是承烂人 而我们这些顾客呢 就是定做人 所以这个承烂合同 它其实主要是为了满足 定做人的特定需求 在考试当中 设计的承烂合同 主要是定做人的两种解除权 好 首先看 第一种 作为承烂人 他应当以自己的设备 技术 劳力等完成工作成果 所以 如果承烂人 没有经过定做人同意 将主要工作 交给第三人完成 此时 大家想想 这个承烂人 他就构成了根本违约 对不对 因此 定做人 是有权利要求 解除合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 哪怕导致了承烂人的损失 都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比如 在座的各位 我们找到张三这个服装店 是因为张三的手艺特别好 我们就觉得他做的衣服 特别的合身 特别的新潮 于是呢 找他做 结果 我们去定制以后 发现 衣服做好了 这个衣服啊 特别有特色 就是一个袖子在胸前 一个袖子在背后 后来再一问 怎么回事 张三讲 哎呦 不好意思 说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这个衣服呢 主要都是我的学徒完成的 这就不行了 他就把自己的主要工作 交给了第三人 比如说 衣服的裁剪啊 缝制啊 等等 当然他可以把辅助工作 交给第三人 所以如果说 这个承拦人 把主要工作交给第三人 其实他就违背了定做人 对他的信赖 构成了根本违约 在这种情况下 定做人直接可以解除合同 哪怕这个承拦的工作 已然完成 由于是承拦人 根本违约所导致的 所以即便有损失 定做人也无需赔偿 好 假如这个承拦人 把辅助工作交给第三人完成 那么承拦人呢 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比如说 我们找张三的服装店 定制的礼服 主要的工作是他完成的 但是钉扣子 是他的学徒完成的 这就是辅助工作 这没有问题 对于这个钉扣子 如果钉得不太好 当然承拦人张三 是要为此承担责任的 好 这是定做人的第一种解除权 就是承拦人未经统一 把主要工作交给第三人完成 下面我们看 定做人的第二种解除权 就是他享有单方任意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利 这一点呢 我们在前面讲到合同的解除 其实就给大家讲过 因为承拦合同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定做人的特定需求 所以在承拦工作完成之前 定做人可以任意变更和解除合同 而他变更或解除合同 无需任何理由 单方行驶就可以了 一旦定做人要求解除合同 这个承拦人是不可以再继续履行的 只不过定做人 行使这样的法定解除权 给承拦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予以赔偿 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我前面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有个同学身材极好 跟西西公主一样 对不对 去定做一套礼服 这个老板刚刚捡了一刀 这个同学就不想要了 要求解除合同 可不可以 没问题 或者变更一下 原来定做的是 碗礼服是长裙 现在他想要一个职业套装 行不行 没问题 所以定做人 在承拦工作完成之前 他可以单方任意变更和解除合同 这个时候 作为承拦人就不能讲 合同都签了 我必须按照原合同约定 全部给你做好 这就不可以 承拦人不可以要求继续履行 只不过 定做人行使这种单方 任意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利 给承拦人造成了损失 比如那一刀下去 有可能 人家的布料 就损失了1000块 对吧 好 导致损失 作为定做人 是应当预赔偿的 这就是承拦合同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这样一个例题 单选题 假以定立承拦合同 假提供木料 以为其加工加剧 在已经完成 加工工作 50%时 假通之一 解除合同 好 我们看 在承拦工作 没有完成的时候 我们说定做人 他享有单方 任意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利 所以假要求解除 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 保治承拦人 以的损失 那是应当要承担 赔偿责任的 好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假有权解除合同 但是应当赔偿 以的损失 这是正确的 B 假有权解除合同 但应当按约定金额 向以支付报酬 这是错误的 他只完成了50%的工作 所以完成多少 付多少报酬 没问题 剩下没有完成的 那是无需支付报酬的 C 假有权解除合同 且无需赔偿 以的损失 这是错误的 D 假无权解除合同 并应当 一约向以支付报酬 这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应当选A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七种典型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这个建设工程合同 在案例分析体当中 出现的频率 也是比较高的 第一个问题 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概述 针对建设工程合同 首先要求大家掌握的 就是哪些建设工程合同 是无效的 以及它的法律后果 这个建筑工程 大家知道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使用者的人身安全问题 生命不能开玩笑 所以我们国家 对建设工程合同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包括主体的资质 签订的程序等等 因此什么样的建设工程合同 是无效的呢 具体包括了三种 第一 承包人 没有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这是非常典型的 主体不合格的 这里面具体又包括了两种情形 就是承包方根本没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说明他根本没有资格去签这份建设工程合同 建好的这个房子你敢住吗 肯定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是不是 所以合同直接就是无效的 再有第二就是超越了资质等级的 对此可能有同学了解 有同学不了解 我们国家对这个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等级的要求 也是很严格的 比如说具有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 这样的企业呢 它可以承建高度在100米以下的住寨楼 而如果说具有一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话 它可以承建高度200米以下的住寨楼 好 假如一个只有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 这么一个建筑公司 它去承包了一个150米的住宅 这就超越了资质等级 说明什么问题 它没有相关的能力建这么高的楼 所以不好意思 仍然是主体不合格 这份合同直接无效 好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如果承包房超越了资质等级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在建设工程竣工之前 又取得了相应资质等级的 不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也就是我们照样认定它是有效的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 假公司本来它只有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结果它去承包了一个 我们刚才讲 加入150米的住宅楼 好 超越了资质等级 因为这样的楼要求一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结果在工程竣工之前 它取得了一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说明什么问题 它其实是有能力建这个楼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定该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不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对于这一点 在18年的案例分析体当中 曾经有考到过 好 这是第一种合同无效的情形 主体不合格 再看第二种无效情形 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员 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典型的游击队 借用某建筑公司名义 去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 那么这也是非常典型的 主体不合格的 因此合同直接无效 好 再看第三种 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 但是没有招标 或者是中标无效的 比如我们国家有明确规定 但凡国家建设工程 那就一定要通过招标的方式 来签订建设工程合同 假如没有招标 或者中标都是无效的 但是签了建设工程合同 那这样的合同直接也是无效的 好 这是非常典型的 什么情形 程序不合法的 因此大家看 无论是主体不合格 还是程序不合法 这样的建设工程合同都是无效的 而合同一旦无效 最后结果如何 假如工程验书合格 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建筑工程验书合格 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并不意味着建设工程合同就是有效的 它照样是一个无效合同 只不过因为工程可以用 因此可以参照合同 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 折价补偿承包人 好 下面我们看 盖数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分包 转包 大家思考 作为发包方 我愿意跟特定的建筑公司 签这份建设工程合同 是因为我相信 这个建筑公司 它是有能力把这栋楼建好的 好 如果这个建筑公司 比如把这个楼的主体工程 分包给第三方 或者直接把这栋楼 打包给第三方 这样做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 因此建设工程合同 分包转包 有严格限制 只有一种情况下 分包是有效的 大家注意 这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少 叫做 经发包方同意 非主体工程 分包一次给有资质的单位 是有效的 其余的 通通都是无效的 好 具体一点 我们说经发包方同意 分包才是有效的 那就意味着 没有经过发包方同意的分包 是无效的 比如 在座各位 有一栋楼 总承包给了我 好 我把这个楼当中 有一些边角料的工程 不是主体工程 分包给张三的建筑公司 如果没有经过你们同意 这样的分包是无效的 好 再有 第二 非主体工程 这意味着 但凡主体工程的分包 通通都是无效的 哪怕经过发包方同意 比如 在座各位 这栋楼总承包给我 我把这栋楼的框架结构部分 分包给张三的建筑公司 哪怕经过你们同意 都是无效的 好 再有 分包 说明什么问题 建设工程合同 只有分包才可能是有效的 所有的转包 哪怕经过发包方同意 通通都是无效的 而分包只能够分包几次 一次 说明什么问题 分包之后的再分包 也是无效的 比如 你们这栋楼总承包给我 我经过你们同意 把部分非主体工程 分包给了张三建筑公司 没问题 但是张三再拿去分包给李四的建筑公司 那就不可以 哪怕经过同意都是不允许的 所以分包只能够分包一次 而且分包的对象 还必须是有资质的单位才可以 这就意味着 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 也是无效的 所以记住 建设工程合同 所有的转包一律无效 而分包的话 也只有完全满足这句话 才是有效的 经发包方同意 非主体工程 分包一次给有资质的单位 是有效的 其余的通通无效 而如果说是合法的分包 那么承包人 跟分包的实际施工人 要对工程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个例题 多选题 贾大学予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由以为贾成建新教学楼 金贾同意 已将主体结构的施工 分包给并公司 当我们看到主体结构 就知道这个分包是无效的 后来整个教训了工程 验收合格 贾向已支付了部分工程款 已没有向比恩支付工程款 问下来表述错误的有 注意选错误的A 以柄之间分包合同有效 这显然是错误的 这个分包是无效的 好 刚才那句话记住 少一个字都不可以 经发包方统议 非主体工程分包一次给有资质的单位 是有效的 其余通通都无效 B 假可以撤销根椅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如果要撤销合同 前提条件应当具有可撤销情形 而可撤销情形包括哪些 重大误解 显示公平 欺诈 胁迫 在本案当中有表述这样的情形吗 没有 所以这不是一个可撤销合同 C 并可以要求已支付工程款 这是正确的 为什么 虽然这个分包合同是无效的 但是由于最后验收合格 那根据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这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如果说它是无效的 但是工程验收合格的情况下 可以参照合同约定不偿工程款 并不得要求已支付工程款 这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选A B和D 好 下面我们看 概述的第三个问题 关于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的性质 这个监理合同指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合同呢 对于这个概念 大家了解即可 指的是 发包人委托具有法定资格的工程监理人 依法代表发包人 对承包人的工程建设情况进行监督 这样的合同 所以叫做监理合同 而这个监理合同 它的性质是一种什么合同 委托合同 这点要求大家掌握 在客观体当中 能够选择出来就可以了 大家想一想 在日常生活当中 当我们路过一个建筑工地的时候 估计有同学就有这样的印象 比如说一个开发商 开发的一个楼盘 一般来讲 这个围墙上面 就会有这个楼盘 它的名字 对吧 然后再建的这个楼上面 会挂几块牌子 首先是某某建筑公司 比如经常会看到像中和华星啊 然后还可能再挂一块牌子 就是某某监理 那么这就是监理公司 而这个监理公司干啥的 接受发包方的委托 帮助这个发包方来监督和管理建筑工程施工的 所以监理合同它是非常典型的委托合同 好 下面我们看 建设工程合同 第二个问题 关于承包人的电资 有可能一个建筑工程 建到一半 发包方没钱了 是吧 没钱怎么办 这个时候建筑公司作为承包人 就有可能会垫钱 于是就出现了承包人电资的问题 这个电资如何处理分情况 首先当时对电资有约定 按约定处理 比如说 假开发商 有一栋商品房 总承包给了义公司 建了一半 没钱了 这个时候跟义公司约定 有义公司电资5000万 而且呢 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 这5000万的电资 按照借款处理 这就是对电资有约定的 那就直接按照约定借款处理 但是 约定的利息 不能够超过同类贷款利率 或者同期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好 这是有明确约定的情形 有约定还考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重点 没有约定应当如何处理 这点在考试当中是特别重要的 假如当事人对电资没有约定 最后电资按什么处理 工程欠款处理 为什么 大家可以想见 比如说在本案当中 这个已建筑公司为此电资 其实电的是什么钱 无非就是建这个工程需要的材料费 再有呢 就是建筑工人的人工费 是不是 因此最终的结果 对电资没有约定 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好 假如当时对电资没有约定利息 那在电资期间 视为五席 但是从发包方应付工程款之日起 说明这个发包方应该要给承包方钱了 但是他不给的话 那就应当开始寄付工程款 以及这个电资的利息 为啥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到了该给钱的时候 你不给发包方 就已经构成违约了 对不对 违约 那就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所以对于电资的利息问题 假如没有约定利息 电资期间视为五席 但从应付工程款之日起 就应当要寄付利息 好 下面我们看建设工程合同的第三个问题 建设工程合同的竣工 我们说一个建设工程 它非常的重要 直接关系着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生命安全问题 因此建设工程应当经过竣工验收合格 才能够交付使用 于是就涉及到竣工日期的认定 哪一天视为竣工呢 根据具体的情形来处理 第一建设工程正常经过竣工验收合格 交付使用的 那就是竣工验收合格之作为竣工日期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一个建设工程在建好之后 建筑公司要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然后呢 由发包房组织相关的单位来验收 验收合格之后再交付使用 所以如果正常竣工验收合格 那竣工验收合格之就是竣工日期 但是有可能出现特殊情况 比如说 第二 承包人已经提交了竣工验收报告 但是发包人拖延验收的 大家可以想见 他干嘛拖着不验收啊 极有可能就是不想给钱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发包方拖延验收 就以承包方提交验收报告之作为 竣工日期 好再看第三种情形 建设工程没有经过竣工验收 发包人擅自使用的 没有验收他就用了 什么时候视为竣工 那就是建设工程转移占有职 视为竣工日期 好 这个知识点在客观体当中 大家能够选择出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 大家看16年 这样一个单选题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规定 建设工程合同当时 对工程实际竣工日期 有争议时 下来处理规则中 正确的是 A 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发包人拖延验收等 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为竣工日期 这就是正确的 B 工程未进竣工验收 发包人擅自使用等 以工程封顶之为竣工日期 这是错误的 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作为竣工日期 C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 以工程转移占有之为竣工日期 这是错误的 正常竣工验收合格 那就是竣工验收合格之作为竣工日期 D 工程未经竣工验收 发包人擅自使用等 以开始使用之为竣工日期 这是错误的 要准确一点 就是工程转移占有之作为竣工日期 所以这个题 唯一正确的就是A选项 好 下面我们看 建设工程合同的第四个问题 关于合同的解除 在这里面就要解决 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 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作为建设工程合同 主要设计双方当事 发包方跟承包方 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 建设方和施工方 好 首先看 发包方在什么情况下 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可以想见 一定是承包人的行为 构成了根本违约 具体 承包人将建设工程转包 或者违法分包的 我们在前面说了 但凡是建设工程合同 所有的转包通通无效 为什么 因为相当于这个承包人 什么都没干 直接把整个的建筑工程 打包给了第三方 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 因此承包人构成根本违约 发包方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好 再有 承包方违法 分包的 我们在前面说了 建设工程合同的分包 只有一种 是有效的 那句话 缺一不可 叫做 经发包方统议 非主体 非主体工程 分包一次给有资质的单位 是有效的 其余的通通都会构成 违法 分包 而一旦违法 分包 说明这个承包人 他构成根本违约 所以发包方有权要求 解除合同 好 反过来 承包方在什么情况下 有权利要求 解除合同 可以想见 一定是发包人的行为 导致这个承包人 没有办法正常履行 他的合同义务 具体 发包人提供的 主要建筑材料 建筑购配件和设备 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或者 他不履行协助义务 导致承包人 无法施工 而且 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 仍然没有履行 相应义务的 所以这里面 他其实包含了 发包方的两种行为 第一种就是 他提供的主要材料 设备等 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比如说 有一个建设工程合同 发包方跟承包方明确约定 发包方提供相应的 钢筋 水泥等主要材料 结果 他提供的钢筋 水泥 根本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大家可以想见 我们这个承包方 敢让工人上去建吗 不敢啊 为啥 极有可能这个楼不牢固啊 搞了怎么办 是不是 他会涉及到我们这些施工人的人身安全 所以 这是发包方构成了根本违约 因此 承包方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好在有 发包方的第二种行为 就是 不履行相应的协助义务 导致承包人无法施工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在双方的合同当中 有明确约定 发包方 要负责把现场清理好 维持工地的秩序 好 结果 因为发包方的原因 可能有人到工地上闹事 导致这个建筑公司 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工 你发包方可能等得起 但是人家建筑公司等不起啊 因为不开工的话 这个工人的工资怎么办呢 是不是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作为承包人 跟发包方讲 你赶紧的 一个礼拜必须搞好 还搞不好 不好意思 作为承包方 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好 这是关于合同的解除权 好 下面我们看 建设工程合同 第五个问题 关于工程款的结算 对承包人来讲 最为重要的 当然就是拿钱了 第一个问题 结算的依据 这个主要是针对 当审通过招投标的方式 定立合同 这份合同 是应当拿去备案的 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这个备案的合同之外 当审可能又另外签了合同 而这两份合同 对工程款的约定 有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备案的合同 约定的是一个亿 而另行签订的合同 约定的是九千万 好 发生纠纷如何处理 结论是 当时另行签订合同 与备案合同 不一致的 应当 以备案的中标合同 作为结算依据 也就是 以官方备案的合同 作为依据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 工程款 优先权 建设工程合同 如果考察 案例分析题的话 其中关于电资 以及工程款 优先权 是首选的考点 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 什么叫做工程款 优先权 指的是 发包人 没有一约支付工程款 经催告后合理期限 人不支付的 这是前提条件 好 除了这个建设工程 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 承包人 可以与发包人协议 将该工程折价 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将该工程 依法拍卖 建设工程的价款 就该工程折价 或拍卖的价款 优先受伤 所以叫工程款 优先权 为什么工程款 享有优先权 原因很简单 农民工工资 也就是建筑工人的工资 不能拖钱 对不对 好 在这里面 大家看工程款优先权 主张的前提 是发报方没有一约支付 经催告后合理期限 人不支付 然后工程款优先权 实现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直接协商 将该工程折价 这就是在现实当中 大家经常会看到 有叫公底房的这种房子 有一些楼盘 因为开发商 因为开发商付不了建筑公司钱了 于是呢 可能剩下的一些 就抵给了建筑公司 所以有些房子可能是建筑公司 卖给你的 是吧 这就是直接将该工程折价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 是申请法院 依法拍卖该工程 好 最终的结果 工程款优先权 就是承包方的工程价款 就该工程折价 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场 这是一种法定的优先权 主要就是农民工工资 不能拖欠 好 我们前面讲了 对于电资如果没有约定的话 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所以工程欠款 那么同样 它也是享有优先权的 好 下面我们看 我们说这个工程款优先权 它是一种法定的优先权 那么它的优先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工程款优先权 是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 和其他债权的 因为有可能 比如说开发商 这个工程在建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抵押给了某银行借款 好 现在银行的抵押权 跟承包方建筑公司的工程款优先权 谁更优先 当然是工程款优先权 所以它是法定的优先权 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 但是要注意 不能够对抗 已经交付了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项的消费者 也就是说农民工工资不能拖钱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 也是要受到保护的 比如这栋楼里面张三 假如已经买了一套 而且是支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房款 那在这种情况下 张三的这套房就不能够被拍卖 好 再看 关于工程款优先权的范围 仅限于材料费 人工费等实际支出的费用 是不包括利息 违约金以及损害赔偿金的 所以工程款优先权 在考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材料费 人工费 实际支出的费用是享有优先权的 如果说承包方同时主张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享有优先权 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 好 再看 工程款优先权 行使是有期限限制的 只有18个月 这18个月的时间要特别注意 案例分析题当中是有可能出现的 超过18个月 不好意思 就不能够行使工程款优先权了 而这18个月 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 自发包人 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期计算 好 最后 由于一定要保护工程款优先权 所以涉及到发包方 跟承包方的某些约定 可能就是无效的 什么样的约定 这个内容大家了解即可 就是 发包人跟承包人约定 放弃或限制建设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权 但是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 发包人根据该约定 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权的 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比如假开发商 跟以建筑公司一开始就约好了 说以公司放弃工程款优先权 结果导致以公司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 这就是当省之间的约定 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 好 如果说此时假开发商主张 以公司不享有工程款优先权 是不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的 还是那句话 农民供工资不能拨欠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占个例题 多选题 A建筑公司与B职业公司签递份建设工程合同 由A建筑公司为B职业公司成建写字楼移动 工程总造价1.5个亿 由A建筑公司全额垫付资金 合同约定 工程竣工时 B公司全额付款 逾期一天支付1000块钱的违约金 工程建设过程中 B公司用再建工程向新银行抵押借款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工程如期运工之后 因写字楼出租状况不佳 而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经A建筑公司催告 在合理期限内 B职业公司表示 仍然无法支付工程价款 好 看到这儿 大家就很清楚的知道 此时A建筑公司 它就享有了工程款优先权 而这个工程款优先权 它是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等 工程款优先权 主要是限于实际支出的费用 是不包括违约金的 A公司向法院申请拍卖 该写字楼下列说法 正确的有 A公司的电资按工程欠款处理 这是正确的 对于电资没有约定 那就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B公司应当自B公司 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期 18个月内申请法院拍卖 该写字楼 这是正确的 工程款优先权行使的期限 18个月 C 对工程拍卖的价款 A公司优先于C银行收场 这是正确的 B A公司有权要求 从写字楼拍卖款中 优先清厂自己的电资 及逾期付款 违约金 这是错误的 电资没问题 但是 违约金是不想有工程款 优先权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 A B和C 好 讲到这里 同样给大家留一个课后的练习 这是专门针对建设工程合同 要求啊 在座的各位 老师反复的强调 有时间一定把它打字打出来 没有时间 一定要完整的表述一遍说出来 这样的话 上了考场 我们才能够正常的把这个法条的内容表达出来 即便是不能够表达完整 最起码我们能够达到两个标准 第一就是关键词表达准确 第二意思表达完整 好 这个题呢 是英式指南 上册169页案例题6 专门针对建设工程合同 好 讲到这里 建设工程合同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里面我们主要讲了 首先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情形 主要就是 主体不合格程序不合法 也就是没有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 或者超越资质等级 再有呢 就是借用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签令合同的 以及建设工程合同需要招标 但是没有招标 或者是中标无效的 主体不合格程序不合法 都是无效合同 但是对于超越资质等级的 大家要注意 就是如果说当事人在签令合同的时候 超越资质等级 但是在工程竣工验收之前 又取得了相应的资质等级 并不认定这样的合同是无效的 应该是有效的 好 针对监力合同 它的性质是委托合同 然后关于电资的处理 对电资有约定 按约定处理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 应当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电资期间没有约定利息 应当视为无息 从应付工程款值日期 寄付利息 好 关于竣工验收 这个竣工的日期 正常竣工验收合格 那就是竣工验收合格之 如果说这个建筑公司提交了竣工验收报告 但是发报方它拖延验收的 那就是提交验收报告之作为竣工日期 好 如果说没有经过竣工验收 发报方擅自使用的 那就是工程转移占有之作为竣工日期 好 最后我们讲了工程款优先权的问题 工程款优先权 它是一种法定的优先权 虽然它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 但是不能够对抗 已经支付全部或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 而工程款优先权的范围 仅限于材料费 人工费等实际支出的费用 是不包括违约金利息损害赔偿金的 再由工程款优先权 主张是有时间限制的 就是从应当给付工程款之日起 18个月内要主张 聘 partager within你 最后我们看到了工程可行 从甜�val准以来 割造的藏在口间优先托 前还能识以塞作为 bets 稍当一出 让哪一会有的 我们拍的 咱们一夈 是 患